记者罗浅宜台北报道,全国商总理事长赖正义京,31日指出因M503航路旗舰,中国东航与下航取消春节176个加班航次,不仅影响台商返台过年,连代史的原本兼了中国游客春节来台行程也被迫取消,冲击台湾春节观光商机。 赖正义说,商总旗下会员反弹声浪极大,他呼吁政府加速解决问题,让两岸加班航班更加顺畅。 商总表示,春节返乡是华人的习俗,许多台商买了机票,临时被取消,返乡路艰难,情何以堪。 赖正义说,台商返台过年,与家人团圆是基本人道需求,敦请政府尽快恢复两岸交流,启动对谈机制,把九二共识陈述得更清楚,打开两岸将取财势正道,难道未来的两年半,两岸都要停滞不前吗? 商总指出,M503航路航支多时,也是常态的固定航线,当初是为了解决上海深圳繁忙的航线问题,政府可借机加强两岸对话,打开将局,不影响台商返台过年。 赖正义指出,此次航班取消,不仅影响台商返台过年,这几天也接到观光产业多个业主反弹,主要是原本预定春节来台度假的中客行程,因为没有机票,来不了台湾而取消行程,包括旅行社、饭店业、游览车业及相关交通运输业都抱怨航班不来,商机也飞了,冲击台湾春节观光商机。